颁奖典礼在劳工局举行 由局长王秋冬亲自出席 为表现优异的视障按摩据点 颁发奖座和奖状 肯定这次为期三个月的活动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缔造了1500万元的佳击 这三个月里面 创造了1500万的成绩 对我们参与的视障朋友来讲 他们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 这次活动从五月开始 进行到七月底为止 期间劳工局除了办理抽奖活动 更透过网路和体验 加强行销推广 此外参加活动的按摩据点 也卯足全力 将专业热忱的服务带给顾客 不论是个人工作室 或是三人以上的合伙经营 甚至有加入规模的据点平台 纷纷展现从业人员的 企图心和竞争力 那是我们的服务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品质 包括我们的一个清洁 包括我们的服务的态度 等等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服务业不外乎就是以客为尊 那当然这个活动在三个月结束之后 我们还会用各种方法 来让我们全高雄86家的 这个视障按摩院 都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那他们暴露在我们明年人的 这个竞争之下 能够杀出重围 能够让这个业绩残红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我们未来会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上 或者是这个宣传上 我们都会来加强 这次活动创下的佳基 也为高雄市的视障按摩注入强心针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并且支持视障按摩 劳工局未来除了将持续办理 补导协助软硬体的提升之外 也期盼邀请民阶企业 共同参与 用行动支持视障按摩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 高雄报导